川习会连框架协议都没了 最好的情况也就是这个 随着G20峰会临近川习会会达成什么样的成果 一直是外界关注焦点台媒文章指美方是否继续加税 中共妥协与否已不是关键 川普将主要考量此举对美中双方的实际影响 23日美媒刊文 这17年前中共加入式冒组支持美国的很多愿景 现在都没有实现时任总统克林顿看法 只是理想主义说辞 时事评论人士恒河认为川习会不具备达成任何协议的基础 双方领导人同意继续对话 同意继续谈判就是最好情况台媒 中美关税战是否升级关键 不在中共妥不妥协台湾 上报11月24日的评论文章说 中共不断利用不公平贸易手段 掠夺他国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利益 成为美国总统川普上台后 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文章指 美国中期选举并没有给川普执政带来挑战 日前美国副总统彭斯开列美中 达成贸易协议的六大条件 以及美国司法部本月起诉福建进华公司盗窃美国知识产权 显示美国政府对中共的态度越来越强硬 此外中美在今年APAC峰会上激烈消风 导致峰会宣言流产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近日却认美中 不可能在明年1月前达成全面协议 因此美方将按原计划在明年1月 把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税率 从10%增加到25%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文章指 这都显示G20上的川习会很难有实质的内容产生 贸易战仍将继续美方是否继续增加关税 不再取决于中共是否妥协 而将主要考量进一步行动 对中共的打击力道 以及对美国国内产生的影响 据彭博社日前引述欧盟的 欧洲经济和财政政策研究网络Ecompo Europe 最新论文指若明年1月 美国对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全部加征 25%关税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只会承担其中的4.5% 另外20.5%将由中国制造企业承担 克林顿当初的说辞破灭 华尔街日报23日刊登专栏文章称 2000年春在美国国会将进行一次意义深远的投票 决定是否批准允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提案时 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收集论据权力推动提案 通过克林顿说中国入世 不仅是同意扩大对美国商品的进口 更是同意进口民主社会最真实的价值观之一 经济自由 他还表示当个人有能力 心怀梦想更有能力实现梦想时 他们会要求更大的发言权 克林顿拒绝对华尔街日报文章置评 克林顿还称互联网的发展尤其会破坏中共政府的控制使中国更向美国 克林顿的这套理想主义说辞说服了华盛顿的大部分精英赞助商 链接赞助商链接17年后的今天 结果让美国各界颇感失望麻省理工学院 MIT经济学家大卫奥特 David Otter和同事的一项研究计算得出 1999年至2011年间来自中国大陆的竞争 使美国损失了约240万个工作岗位 重创了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工业区政治上 中共没有像许多推动其入世的倡导者希望的那样 变得更加开放中共阉割了互联网 限制其在商业科技和社交媒体等方面的使用 上海的美国商会7月的调查显示 约有五分之一的公司 许多是航空航天和化学工业公司 表示为了在中国大陆开展业务而不得不转让技术 中共禁止高技术产业所需的稀有原材料出口 对外国公司造成损害 在世贸组织框架外中共也是以各种方式为自己争取贸易优势 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货币专家布拉德塞瑟 布拉德塞瑟说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几年里 北京一直将人民币的汇率压低了30%左右 这样出口的商品在海外市场会更便宜 以此促进中共的出口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恒河 川习会不具备达成任何协议的基础时事评论人士恒河 11月17日 接受希望之声专栏节目中分析 之前中共就美方关心的问题 给了一个书面答复 但中共提出来的单子内容太多了 美国方面需要时间去消化 去研究线 在距离G20只有两周时间了 美国不大可能在这两周时间内 提出一个完整的对应中共提出来的这个条款的方案 所以美国官员认为最好的情况 是双方领导人同意继续对话 同意继续谈判 恒河强调这是最好的情况 其他的可能性发展 应该都比这个糟糕 超恒河认为现在完全不具备 达成任何协议 包括框架性协议的基础 只能说重新开始对话了 在冷了很长时间以后 重新开始 要对话了 阿波罗网灵异 综合报道赞助商链接 赞助商链接